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讨论会不会上一万七 会不会上一万七 这个过程之中是来自于你的结构面 来自于你的操作面 其实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在整个一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我就跟大家探讨说 其实在美国股市 除了AI在不断的一些的上涨 但是AI一些的概念个股 在涨多之后 它是横向区间的一个整理 但是真正在美国股市 因为车用的IC 不再缺货之后 整个美国 不管是汽车交易平台 汽车下游的零组件 汽车的品牌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的股价都有不错上涨的幅度 所以如果你不要被市场上面所左右 你自己平心静气下来 看美国股市 看台湾股市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就像我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在友台的分析师里面 我在友台分析师里面来讲 盘忠总的一件我讲得很清楚 在这种过程中 我也不认为1万7有没有那么的重要 假设台北股市 它都是用这种模式 就一直不断的去拉抬一些全值的个股 去做轮动 然后大部分的个股 在腾若指标来看 每一天下跌的加速都比较多 请问这样的结构上面而言 跟台北股市有没有上到1万7 有什么关系 你的地基就是打得不够稳 很多人里面来讲 在台北股市里面的操作 它就很短线 当日冲 隔日冲 所以很多的强股 一天上涨之后 隔一天就拉回来 拉回来你又觉得很恐怖的时候 你卖掉它又上去了 所以它是来自于 对未来趋势的一个掌握 我说掌握方向 趋势的力量 它才是一个很重要的 否则你在这边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天天觉得每一天都很高 或是每一天的个股上面都很低 在这种过程你要怎么操作 你就非常的难操作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在最近电子个股 AI相关的概念 个股扶摇之上 一直到最近里面 大家才回神 因为我跟大家讲了 我大概在这节目跟大家看过 整个美国股市 它的相对应的 一周以来涨幅最大 很多都跟汽车有关系 台湾在今天就回神了 才看到原来特斯拉已经涨10天了 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 就已经提醒观众朋友了 在这种过程你就可以发觉到 如果你比市场上面先知道 不管是车用IC不再缺货 不管是在这个时间 汽车交易平台 在美国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它基本上也有不错的涨幅 甚至很多的汽车的零组件 你这种过程中 你先行去做布局 你等到市场上面今天都在讲 都在讲特斯拉连涨10天了 我就问大家 连涨10天你会不会又担心 连涨10天会不会拉回休息 这就是市场 我觉得市场上面 现实跟残酷的一面 就是你能不能够先看到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看台北股市 我为什么说 占上17000重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它在之前16999差一点 请问差一点有差很多吗 你就算完期货差这一点 也差不了多少钱 对不对 重点是你的腾落指标里面 从我在今天早上再看 你到最高的时候也一样 你都是下跌的加速 比上涨的加速来得更多 你今天的强股 你未必代表是明天的强股 但是它杀下来了 未必代表明天它还会弱 我们等一下里面 就会来探讨说 在最近一些很夯的一些的个股上面来讲 今天的拉回 不管是AI相关的概念个股 不管是观光个股上面 看法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台北股市 其实我今天的看法 跟上个礼拜五的看法 一点改变都没有 其实你就是看 在技术面而言 就是最大量的低点 叫做16491.16491 没有跌破之前 你都不要说它转弱 台北股市里面来讲话 它在每一次的创高的过程 为什么它的结构 它的结构上面来讲 它就是很不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背离 就有人问我说 这样子不断的背离的过程之中 可是它指数又在涨 你怎么办 我说你只有两个 一个是你设好你的转弱点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来讲 你就是不要一次买满你的持股 你要把你的持股去做切割 你切割完之后 你在面对下跌的时候 你会巴不得它下跌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它指数又创得高 你看KD KD跟量上面都跟不出来 都跟不出来 你的腾落指标 就代表你的结构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中实户一张都不会出 但是业内跟主力 看这种技术面而言 它会出 所以它会高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个股 怕它涨一天 它高出了对不对 就你怕的 你隔一天杀下来 它给你低劲 所以如果你是不断会做 追高与杀地的同资朋友 你在这一波会辛苦 你什么时候 你就可以不再采取到资金切割 因为你这种盘 你的台北股市一直在高档的震荡 你的KD指标 你的修正会很慢 你要一次能够去买满的部位 你就是必须等到日KD指标 修正到指标的20 或是50 50为强势整理 所以一定要修正到50 或是20的部阱 你才可以一次买满的部位 不然的话 你在这边来讲 你就是喜欢 每一次都要买满 那你很简单 你叫以股换股 以股换股 那就是你唯一的方式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的看法 跟上个礼拜五的看法一样 就是说你这个时间点 你看台北股市 它就是会不断的交叉向上 再交叉向下 这个基本上而言都比较有效 所以你必须它有效的交叉向上 再来进场 没有修正到指标20到50 以下或是附近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你的持股 你的比例上面而言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就是不可以一次买满 你要这个时间点 你能够买10张的 就最多买个5张3张 你避免被嘎空手 被嘎了一个空头 但是你也可以避免台北股市 你会发现它消消了 你会发现它消消了 一下大涨 一下大跌 你避免它大跌的时候 你会恐慌去做杀地 这是唯一的方式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资金切割逢低布局 不要使用融资 只要16491写住 守住短线上面 还是多方的控盘 在这种过程中 6月份它就是集团作帐 法人作帐 你看在最近 今天里面就很多的集团个股 就上来了 譬如说什么光宝集团 之前都广达集团 育龙集团 伪创的部分来讲的话 这些个股 现在里面就开始放 你看今天的鸿海就上来了 大家说那鸿海涨 到底怎么样 其实鸿海今天涨 我觉得还不错 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110有什么好风险 可是现在就是110的问题 它的下降压力线已经突破 现在又到110了 它之前110到120 它就会碰到压力 可它今天是有量的 它今天是有量的 所以有量 你有机会去突破 你这个复合底型 你有机会 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要去注意 它有没有机会 只要今日的低点 不再去跌破107.5 就有机会 它去突破它的复合底型 因为它今天是带大量 它去做补涨 就是挑战前高的一个机会量 就变成是价的先行指标 挑战这个高点 跟挑战这个高点 但是这两个高点 也不过就是在110级 这个部分你自己去做留意 我也说过 鸿海集团里面来讲话 什么报道上一直在说 墨西哥设厂 接到特斯拉的订单 其实是 本来就是以胜也去接到 墨西哥的扩产的二厂 也是就是以胜 以胜算不算鸿海 当然就算鸿海 以胜接到特斯拉订单 算不算鸿海街道 当然就算鸿海街道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这就大家自己稍微去做留意 每一天也要观察资金流向比 电子占6成到7成 传经电是轮动的 电子占7成到8成 就是主要操作在电子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自己要去注意 长多的架构已经成熄 不要去怀疑它 年限就是翻阳向上 它可以支撑一年台北股市的多头 但是每一次当你在翻成长多的架构的时候 你就要担心的就是什么 类似像最近台北股市那销销 就是它会有什么 短线上面涨多的压力 跟什么 跟长线上面解套的压力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说 如果你能够去留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欧美在前一阵子以来 汽车相关的概念个股里面都很强 我在这个节目是不是就有盖过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就在这里 我说欧美的客户库存计划很顺利 因为IC 整个一个车用的IC不再缺货 所以就造就出来 本来这个新的专案的订单 应该是第三季出来 就没有想到5月6月营收就要转强 第二季会比第一季成长 你来看这一档个股 我当时候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图形 应该是没有给大家看 你看为什么会选 跟没涨到 没涨到 你看这一档个股到底是什么 就是3346的历清 我给大家看 是不是就是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 是不是就是这个图形 你在电脑上面就看得很清楚 它就是这个图形 就是没有涨到 那你去选择一些没涨到 因为以前车用IC在缺 你非常的缺的过程中 你车子就会缺 因为你车用IC缺 你车子可以出货量 你就不多了 所以你到下游的领主件里面来讲的话 你的选择你要先去买车用IC 最会涨 但是现在车用IC不缺了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个部分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讲的原因是 我说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你自己不要过度的追高与杀地 有时候杀下来是你的机会 像我那时候在一个多礼拜前跟大家讲 你看上去 这样杀下来 你会不会很担心 如果你又不买 今天又创高了 创高你看到的是营收上面的大利多 就是我跟大家讲 5月份的营收 有没有大幅的成长 不管是月 不管是年都大幅的成长 你不就是错过了 甚至你来看6288的一个连加 也一样 6288的连加理论上第二季里面 也不会成长 不会获利 可是他今天里面来讲话 也是打了很久的底部 今天掌停板 你掌停板再去追 万一又是隔日冲怎么办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去留 我是说 其实你只要看清楚方向 我说在2030年到2040年之前 其实车用 它绝对都会是一个主流 只是之前很流行上游 上游的部分 可是现在里面来讲 因为车用IC不缺 它的价格就不会涨 车用IC的价格就不会涨 反而到下面变成说 你的车子的出货量会增加 你车子的出货量增加里面来讲话 可能就针对一些的零组件 它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就会造成很多的个股 它的上涨的一个理由 所以如果你在当时候 你去低档去买 不管是3346的一个例清 你自己去看 你在之前里面去买 当时候的价格才在4块出头 你到今天里面的最高 已经到48块7了 这就是跟你讲说 你自己去注意 其实有空 其实那个美国股市 他帮你统计一周或是一天 到底在涨什么个股 他其实是很容易去统计的 你来看我们跟大家讲的乙胜 他也是我就说业内主力涨多 他一定会拿出来震荡 然后643的M31 到900多是不是涨多震荡 3443的一个创意也是 3661的世新也是 等一下里面我们会 上个礼拜我是不是谈到说 世新到了这里来 你要不要卖我随便你 随便投资朋友你去做决定 我等一下会讲一个消息 给大家去做一些的一个参考 就是告诉你说 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针对这些涨多的个股 你必须要去认同的 是来自于他的基本面的实力 再过来就是他的技术面上面 到底要如何的去看待 这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告诉大家的 所以我才会说 你跟着鼠方一起掌握方向 当大家一头热的时候 我告诉你一个新的方向 叫做车用IC不再缺货 下游的零组件的出货会很顺畅 你跟着我们去买 其实不管是连加 不管是在利清的部分 你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股市本来就是应该掌握 多空的方向跟趋势的力量 你才有机会把你的财富 不断的向上的一个去做一个累积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 会针对观光个股 跟现在最夯的 因为马上AND又有新的产品推出来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 这些AI的相关的概念个股 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 它已经涨很多的一个尽头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里 是不是该换掉一些的个股 我们等一下里面 进一段广告再详细的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都是一些的车灯 其实车灯不是在今天里面 只有沥青 只有连加在涨 6605的一个地堡 今天也拉上了涨停板 我先跟大家讲原因 原因在原因 就是来自于整个一个车灯 现在车子的一个车灯 都用LED的车灯 而且它是高智慧的 它会随着你的控制的不同 它的一个色点的不同 所以它会不断的变换 所以你的车头东西会发觉到 它在转弯的时候就会转 对不对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 因为你的车用IC你不缺了 就变成车用零组件会慢慢开始出货 配合它们之前没涨到 你看地堡也是这样整理 我给大家看 刚刚来讲的话 3346的沥青也是这样子 在之前里面就大幅的整理 就是整理 6288的连加 是不是也因为上半年不好 它也在整理 可是你现在车用IC不缺之后 你就有可能这些下游的部分 甚至品牌汽车 它都有机会 卖的会比较好 另外一部分就谈到了所谓的观光 其实观光里面来讲 我个人觉得 暑假没有来临之前 它最旺的一季还没有来 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讲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法人 或是我们台湾投资朋友 要学会一件事情 你要记一记看 其实我们在之前里面 外资机构来到我们台湾的金融界 做的陈淑芬小姐就曾经说过 其实应该是要以记跟记来看 我们台湾很喜欢月跟月来看 而且你公布的个股上面 一定要月增 年增 才能够涨 请问NVIDIA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大涨是讲 它的一个本季的获利好 还是讲它下一季的大成长 大涨 是下一季 是未来 我们台湾就不太一样 就这个过程 就像我在今天里面来看 有些的个国杀到跌停很恐怖 这个应该是杀跌停 杀了几乎都快跌停 我跟大家讲说 本来旅行社的概念个国 就是它的问题就是什么 问题就是还涨多 问题就是来自于什么 它的本益比很高 这个部分本来就是要这样子 而且现在的资金有些跑到垫子 我觉得他们的资金失去了以后 它本身的本益比过高 或是在这种过程中反映 5月份的营收的衰退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如果你买旅行社 买观光个股 你看5月份的营收 6月份的营收 那就很奇怪 它本来就是暑假才会忘 在今天里面 还有一档个股 因为这些高本益比的个股 你要不要买 你自己去做决定 还有一档个股 我们在之前里面来讲 跟大家讲过 20几块钱 2618的长龙行 它最高涨到将近37块 最高是36.95 今天跌下来了 那为什么跌下来 因为整个长龙集团 有个旗下的控股公司 叫长龙国际 它公告 它去卖长龙行5万张 所以你看到长龙行 就这样杀下来了 因为大家看到 你的母公司要卖5万张 你以为5万张是怎样 5万张是很多 5万张以长龙行 今天就各时百千万 十万 十五万张了 它卖5万张是怎样 一天就把它吃光光好不好 你要看一下每一家公司 譬如说今天假设一档公司 它每一天的成交量 是1000张 2000张 1万张以下 它就说我要卖5万张 我告诉你百分之百跌停 可是如果说一家公司 它每一天的成交量 都是10万张左右 15万张左右 卖5万张 你是在怕什么 何况它5月份的营收 6月份的营收 暑假的营收很好 它又是百分之百 低本益比 因为今年里面来讲会4块 除了很多的事情 就像我给大家看 如果我们来看一些的个国 不管是你看6605的地堡 这种跌下来 这根长黑K是不是买点 不管你看6288的一个连加 这种长黑K是不是买点 不管你看3346的一个历青 这种长黑K是不是一个买点 你要逢低布局 不就是应该这样 至于在整个一个 所谓的AI的一个部分 我个人认为不会泡沫 它唯一的问题 就很多的公司 它一口气这样涨 它已经不是涨今年了 我就问大家 台积电今年30块钱 涨到快600块 今天570几 有很便宜吗 不是 所以在之前杀到了400块钱以下 500块钱 每一个人都在骂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放到2024年 你在怕什么 因为如果以2024年来看台积电 那真的就很便宜 对不对 因为它可能38块 36块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就像现在再来讲说 谁也没有想到NVIDIA 这样子一个出来之后 它只用4奈米 4奈米 Covus部分就是先进封装 我在上比较之下 就是2.5D的一个封装 就没有想到不是NVIDIA 你AMD也要用这种先进的封装 2.5D 然后再过来 你整个Meta Google Sight凌丝 部分一堆 Blockhand 博通的部分 全部都要用到这种2.5D先进封装 所以如果你看今年的获利 3443的创意 绝对会布鲁世心 可是2.5D的封装的细致才是谁 它就变成创意了 创意明年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以30块跳到38块 那就很可怕 对不对 3661的世心 就是因为它太好赚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在之前有一家公司叫麦威尔 美国麦威尔突然股价说 它切入到AI 明年大好 明年 明年大好的部分 麦威尔 就是看世心赚很多 他跟他切一样的东西 去抢世心的单 抢不抢的成功 我个人来讲很难讲 因为这一个区块 它量很大 它量很大 就像世心今年48 明年58量很大 麦威尔有可能是抢到 世心根本没办法再做了 他就抢那个部分 还是抢他原有的订单 这个我没办法给大家分析 所以才会跟他讲 你如果觉得赚够了 你要不要卖 我没有意见 6643的N3E 是做IP服务的 刚刚谈到的COVAS的部分 里面来讲话 基本上而言 它就跟师志诚是有关系 师志诚里面来讲 最主推的3E 3E红硕 它的占比最高 可是红硕明年的EPS 明年18块 它可以涨到600多块 500多块 这是几倍本益比 3583的星云 明年是10块钱 今年就7块钱 为什么 因为设备 我接到了这些师志诚的订单 或是2.5D先进的封装 我的出货就是要半年到一年 所以它是明年大好 今年7块 明年10块 如果以红硕或是以万润 6187的万润 这些万润你别看它股价很低 告诉它本益比很高 这三档里面来讲 本益比最低的 如果以明年货率来看 它就会是星云 之前散热涨多了 我说散热就是它会有八个导乐管 加上两台风扇吹吹吹吹 你的饥渴就要比较多 饥渴的部分里面来讲就是秦城 就是复华 是伪训的部分 那看你 他说可是今天的秦城杀下来 杀下来就杀下来 那就要看你 当然说因为月增年减 本来就月增年减 你自己看秦城的一个所谓的营收 4月7字头 8月大家看一下 8月整个秦城 9字头 9字头的过程之中 你在7字头9字头 你跟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比 会不会大成长 所以这就是大家自己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本来伺服器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后面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的部分 我觉得在这个十几点里面的台北股市 它的拉回我就跟大家讲 不是让你害怕的 它是在一个长多的架构 在让你去中短线转弱的时候 你去找切入点 你去找贴入点 你来看我们在之前 300是跟你讲的一个加登 今天已经400了 所以我没有叫你追 400块钱我没有叫你追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就告诉你说 你去掌握住先进的制程 掌握住AI的一个程度 掌握住车用 掌握住拉回的买点 才能够掌握住你财富的方向 要跟上鼠方在盘中操作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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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